这个叫叉烧云吞汤 又是一家越南的店 对于一个不怎么喜欢这个越南店的人 就来吃了一次越南菜 那么看上去这个东西就很丰富 里边蔬菜很多 有玉米笋 豌豆 西兰花 胡萝卜 然后这个白的应该是大白菜吧 然后叉烧 反而这个叉烧这个量少的都吓到我了 就只有这么几片 那么现在一个一个来试吧 先试一下这个 看看下 怎么倒下去了 看下这个白菜的东西 完全没有味道 这大白菜 胡萝卜 脆的胡萝卜 然后玉米笋 这个玉米笋的味道吃着就有点像 我们平时就是玉米笋的味道 然后如果你没吃过玉米笋的 它就像玉米磅的那个把粒去掉的玉米磅的味道 又倒下去了 然后这个西兰花 西兰花的烤花吸收了汤汁啊 所以非常好吃 那么这个豌豆 首先它的豌豆是没有拔掉这个馅的 不过这个不能要求太高了 很多外国人都不拔掉这个馅 这个豌豆特别特别甜 特别特别甜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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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它这个叉烧 这个一盘 这一份是16块钱 就14块钱 就是这么几片叉烧 想必叉烧很厉害了 试一下 然而并没有啊 然而并没有 它的叉烧没什么味道 最后重点应该就是它的云吞了 点它主要是看中它这个云吞特别好看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 九个 八个啊 只有八个 里面是八个云吞 那么试一下 这个开裂了 我试一个没开裂 都开裂了 都开裂了 这个没开裂了 试一下这个 没开裂的这个 这个为什么老会不动掉下去呢 这个镜头 这个云吞应该是猪肉的 放了很多香油的猪肉馅 馄饨非常扎实 咱不弹 国内做的那种比较弹的口感是不一样 它是那种比较韧的不弹的那个馅 最后咱是要试一下这个汤 它这个馄饨这个皮还挺厚的 然后皮厚还煮漏了 真是技术上也不太行 那么试一下这个汤 这个汤还是挺美味的 有一点点鱼的味道 喝得到一点点的鱼的味道 也挺奇怪的 喝不出是鸡汤还是什么汤啊 但是有一点点奇怪的鱼的味道 你知道吗 就是本次视频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微博小班 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